有些人不知道,一项是不能够随意摆放的,否则有可能会对自己和家庭造成不好的影响。 俗话说一项三不放,放了家不忘,究竟哪三个地方不能随便摆放一项呢? 第一,不能放客厅,死亡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,对于活着的人来说,亲人的死亡是让人痛苦和压抑的。 但是无论如何,活着的人总要收拾好心情面对以后的生活。 很多人因为过于思念亲人,就会将他们的一项放到家里最显眼的客厅里,这样就能时刻看到他们,还方便祭拜。 但其实,亲人的一项长时间放在客厅,是很不合适的。 首先,客厅是一个公共区域,人在家中走动,每天都会经过客厅。 若是将亲人的一项放在客厅,那每天看见就会让人忍不住回忆起和亲人之间的种种过往,从而引发自己悲伤的情绪。 这样不但不会让人快速从悲伤中走出来,反而会让人一直沉溺在这样消极的情绪中。 长期下来,对自己的身体会产生很大的伤害,而且也会影响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。 其次,客厅也属于招待客人的地方,若是在这里摆放一项,会让上门的客人感到非常压抑,不敢随便说话,没了轻松的氛围,那么彼此的沟通就会变得非常拘束。 长此以往,朋友都不愿意来家中做客了,这很不利于发展人际关系。 因此客厅并不适合摆放一项,除客厅之外,像卫生间、厨房等,也不适合摆放一项。 第二,不能放卫生间和厨房,人吃五穀杂粮总要上厕所的,而卫生间对大众来说,是整个家中最污秽、最不干净的地方。 若是将亲人的一项放在卫生间,那显然是极不尊敬的。 而且卫生间一般都非常潮湿,尤其是每当洗完澡之后,空气中的潮气非常大,一项长期放在这样的环境中,很容易造成照片腐坏,甚至发霉,滋生细菌。 这样下来,不仅没有起到对逝去亲人的爱护,反而会让人觉得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大逆不道,是会受众人非议的,厨房也是如此。 虽然厨房一般通风效果都比较好,但是这里的油烟味很大,而且有油污的地方很多。 在做饭的时候,油污和烟熏味都是不可避免的,这些污渍和气味会附着在一项上,很难清洗干净。 因此,将一项放在卫生间和厨房,对一项的伤害会很大,并且在外人看来,这是非常不孝顺的表现,一项的损坏也是很不吉利的。 即使亲人已经离世,也应该对他们表示尊重,因为一项不仅仅只是一张照片,更是人们与家人之间美好回忆与过往的载体和桥梁。 人死后阴阳两格,也只剩下照片能够未借脆弱的内心,所以大家必须要重视起来,真是亲人的一项。 第三,不能放卧室,古时候没有照片,亲人去世之后,除了一些有钱人家会请画师将亲人的面容画下来纪念, 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只能将亲人的遗物保留下来,待在身边以表怀念,想念亲人的时候,也只能堵悟私人。 甚至有的人在睡觉的时候,也要将遗物放在床头,陪伴自己入睡。 现在有了照片,很多人会将遗像放在自己卧室的床头,感觉这样仿佛亲人一直就在自己身边, 时刻陪伴着自己,但是卧室放一项是很不合适的。 卧室本身是让人最放松,最有安全感的地方,每天劳累的一天结束之后,人们最喜欢躺在床上打发时间。 但是一项是黑白色的,本身就带着一种压抑肃穆的气氛,每天在卧室面对这样的一项, 也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心理压力,无法再放松下来。 在半夜的时候,可能睡觉期间,不经意地一睁眼,看到一项也会很容易吓到自己。 虽然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,但是睡觉的时候,是人们的内心最不设防的时候,突然的惊吓也是会发生的。 尤其是房间里有小孩的时候,一项很容易让小孩子产生害怕和恐惧的感觉,对小孩的心理也会有不好的影响。 所以卧室这种久待的,隐私性高的地方,最好不要摆一项,若是真的要摆放照片,也应该放亲人生前的彩色照片。 话又说回来,如果人已经去世了,那一照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呢? 一,天房的正厅堂内。 在我们农村老家普遍流行的房屋结构是,一个大院子里左边是低矮的老式红砖房, 右边是宽敞明亮的二层或三层甚至更高的楼房。 老师的红砖房是以前盖的房子,舍不得拆掉或者用来当作粮食储藏室。 杂物间,平常一家人都会在这里吃饭,除非有客人来,才会到旁边的楼房里就餐。 所以,很多人家就会把家中去世老人的遗照摆放在这种天房的厅堂内, 遗照就搁置在厅堂柜子的正中间。 这样家人能经常看到遗照,而且也会经常清理,擦洗遗照,保证干净整洁。 也不用担心客人在看到后心里产生不适,因为有客人的话都会在旁边的新楼房就餐, 客人很少有机会看到遗照,也就谈不上害怕了。 二,是这生前住过的房间。 这一点乍一听起来有些吓人。 本来房间里有人去世就让人心里挺隔应,现在还要把遗照再放进这个房间, 胆小的人估计连房间的门都不敢进了。 其实不然,老家就有一户人家儿子在外务工时不幸遭遇,意外去世了。 年迈的父母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后,为了能天天见到儿子缓解思念之痛, 老人便把儿子的遗照摆在了他生前住过的那个房间。 平时忍不住想孩子的时候,就会去房间里坐坐,然后拿着照片看上很久。 遗照本来就只是一种铭记逝者的方式,况且遗照上逝者的容貌都是很安详, 甚至带有喜悦之情的,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感觉到害怕,不激励这类的。 三,如果跟逝者感情浓厚,关系特别清净,也可以放置在书房里, 可用红布将一项包裹起来。 人却是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害怕,是因为以前跟我们朝夕相处的人突然, 从某一天开始再也不能陪伴我们了,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。 我们害怕的并不是去世本身,而是因为亲人的离开, 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。 跟逝者的关系非常亲近,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对逝者生前的所有物品都有一种不舍, 想要珍藏下来的想法,遗照当然也不例外。 但为了避免其他人看到后产生不适, 我们会选择把遗照放置在家中不太显眼的地方并用红布包起来。 像家里的书房、储藏间等等,都可以用来放遗照。 因为这些地方比较隐蔽,既不用担心家中来了客人心里产生不适, 也可以时常怀念亲人,重温美好。 拍摄遗照是为了不让老人在有生之年留下遗憾, 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念想。 我们在摆放遗照时,一定不能将其放在阳光能直射的地方, 可以摆放在家族的祠堂里, 试着生前睡过的房间或者家里的书房。 每个人到最后都会免不了要和这个世界告别, 在有生之年我们热爱生活, 善待家人, 尽可能多做一些让自己和家人都感到快乐的事情。 我想即便是真正要面对去世, 内心也能足够坦然。 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, 欢迎在下面留言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忘记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再见。